9月28日,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海外侨胞来到北京展览馆,参观伟大历程辉煌成就,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,展览用一张张图片,一段段视频,一件件展品再现了新中国70年来的一个个重要时刻。 展厅内展出的150个新中国第一,也给侨胞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真的非常嫉妒。 看到了红旗渠,特别是红旗渠精神感触非常深,回来以后离开祖国有二十多年了, 回来以后看到祖国现在欣欣向荣,现在发展得那么好,非常高兴,非常自豪。 每一个部分都非常感人,关键是我感觉这个整个展会做得非常好事,没有忘记每一代领导人给我们新中国做出的贡献,非常了不起。 六千万侨胞,祖国强大了,他就感觉到自己有一种,我们中国人讲老话讲有一种底气。 如今的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,让海外侨胞们有了底气,也有了信心。 谈及未来,他们也充满期待。 我是93年出国的,比如说在英国,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看到中文的解说,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越来越深入,越来越进步,我们海外华侨的自信心在增加。 我们对宣传文化的热情也在增加,这个绝对是祖国是我们的根,中华文化是我们的魂。 第一个是自身建设搞好,第二个就是我们把两国之间的一些桥莲倒好以后,现在就主要是把第二代,第三代的那些人,因为西班牙是属于新巧国家,把第二代,第三代的人,两个他们的优势点结合起来。 现在葡萄牙已经比较普遍了,很多私立学校他们都开了中文课程,那么我们学校也有大概有100多外国学生,在教他们的时候呢,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从一些中国文化入手来教他们这个就是中文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